把愛車開進洗車場 先用水柱把灰塵沖掉 再噴上一層白色泡沫 均勻塗抹後 再用水柱沖洗乾淨 來來回回 用掉的水平均要300公升 但因為水庫缺水 要洗車恐怕無水可洗 本來是一個月洗一次的 現在就可能就兩三個月再洗一次 好好好 盡量給月用水 對啊盡量給月用水 洗車場裡一台台 等著清洗的汽車 洗車業者得趕在過年前 把車洗完 但面臨限水 業者則有應變措施 缺水的問題 我們這邊不採用地下水 沒有自來水 業者改用地下水 但其實不管什麼水 都得省著用 嚴重缺水 就連著名的日月團 九蛙疊象都露出了八隻蛙 全台將會實施第二階段限水 自來水公司 將會對非工業用戶 減少供水20% 工業用戶則是會減少5% 過年後2月26號 將會實施 第二階段限水 不只影響洗車場 就連游泳池和三溫暖業者 自來水公司都會減少20%的供水 而噴水池 沖洗街道 大樓外牆侵襲 以及釋放消防栓 將會暫時停止供水 全台大缺水 若水庫再沒水進帳 最快5月底 就會進行第三階段限水 到時洗車業者和游泳池業者生意 將會面臨停水危機 借彭志明 美麗報導